啊你谁啊 喂天人 我先送你回家吧 啊我先送你回去 我们奋斗着 明晨 七零八岁的东西我可以自己搬 你是给我搬家的那个人 啊啊 啊 天人 天人救我 天人 大哥大哥 你跑不动了吧 我 我还能再跑 我告诉你啊 再这么追下去天都要亮了 你别再追了行不行 咱们商量个事 你别追我了 我不报警 行不行 干嘛去老子弄死你 你不报警 我不报警 就是 你现在除了放我走 你没有别的办法了是不是 你你也跑不过我呀你 我中学我是 我是那个 女子天津队的 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几个男的能跑过我 天津队的怎么啦 啊 掉下算你倒霉 啊 喂 喂 喂 你别走啊 你不把我拉上去我现在就报警 等等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年轻的女生 没有 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救命 救命 有没有人 啊 啊 我真是太傻了 早知道会有今天 我还在乎什么年龄啊 我陆纷纷发誓 只要能活着出去 我一定 我一定主动向她表白 徐天燃 我喜欢你 芬芬 路芬芬是你吗 徐天燃 芬芬 我在下面你赶紧来救 手给我 哦好啊 抓住我手 你 你 啊 哎 我 呃 嗯 啊 啊 啊 你没事吧 对不起啊对不起 没想到我这么重 我我出去我就减肥 快 文部 啊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想这个呀 我 我 我 嗯 有 不 你 我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声音乐 跟你说了也不知道 你回去说 希望他们吉日自有天象吧 站住 声音有问题 让我来 让我来 你女侠转世啊你啊 这算什么 我做记者 遇见凶险的情况 比这多了去了 少见多怪 我问你 那个姑娘去哪了 我不知道 你还不知道 啊 芬芬 走 芬芬 过来 你没事吧 过来 你有没有被坏人 你过来 占便宜 没事没事放心吧 你 你 吃 不 你 等等 我想起來了那 我們是在一起了嗎 是不是醒了 嗯 我 剛醒 啊 啊 你沒事吧有沒有受傷啊 沒事 醫生只是說我背後肌肉拉傷了一點而已 沒關係的 是嗎我看看嚴重嗎 幹嘛呀 我有話想對你說 哎巧了 我也有話跟你說 你先說 其實也沒什麼 我就是想告訴你 以後不要太衝動 不要讓自己陷入危險的境地 嗯 就此你差點沒命了 你可能不知道 如果你出事的話 我也活不了了 真的 真的 好 我答應你 我說完了 輪到你說了 嗯 我 我想說的是 我 該怎麼說呢 我是一見鍾情 還是 日久生情 你怎麼了 我覺得你口渴了 的 醫生說你的腳沒有什麼大礙 但是還是要注意休息 喝完這杯水 所以你再睡一会儿 好 你说许天然怎么能找到陆芬芬的呢 地图上还差几公里呢 这就算猫啊兔子什么的 也不可能听到这么远的声音吧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可能就是巧合吧 我觉得没那么巧合 也许天然跟芬芬在身体上 就有一种割舍不掉的联系 正是因为这种联系呢 才能让她感知到她的危险 也能够找到她的位置 这个解释你满意吗 乐哥 你说的这是玛丽苏 扯淡谁信啊 你信吗 走吧 你看 天然 我想说的是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很久了 不行不行 太直白了太直白了 天然 我以前不是跟你说 对林家姐姐呢 只要心怀尊重和感激 不要有什么非分之想 是吧 但是我现在说回这句话 因为 我对你有了非分之想 这个好 就说这个 来了 怎么不进去 别害羞 没事吧 哎呀 注意影响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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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以前没看出来 才是哪学内 啊 什么呀 怎么了 嗯 你辛苦啊 他真这么说 嗯你说什么 他在病房里真的承认 他喜欢我很久了 是 他是这么说的 没什么我跟你说 他当时就是想跟你表白 运气不好撞上了我们 要不然这事可就成了你知道吗 这事还是交给我吧 合了 帮我一个忙 嗯 法式餐厅怎么样 准备最好的黄球 好 包在乐阁身上 凝晨昨晚的反应 甚至会影响未来医学的走向 哎 哺鲁动物的本能啊 别本能了 和陆芬芬表白不就是按本能做事吗 哎 钱人姐 哎那你们先聊 我们先走吧 啊 姐又年轻了啊 你没事吧 姐 哎呦我 你吓死我了 我也没有想到会搞那么大 我只是想接芬芬下班 哎 那个芬芬真的像易江说的那样能救你吗 你放心 虽然我没有想过你的女朋友是她这个样子 但是只要能救你且不介意的 姐 我不是为了救命才和芬芬在一起 我是真的爱她 她也是真的爱我 好都行 只要你好好的 那芬芬知道她自己能救你吗 那你可一定要保密 女孩子对这种事情还是很介意的 既然我们相爱了 我就不想瞒着她 你准备把一切都告诉她吗 是啊 我建议你啊 还是先不要说 你们两个才刚刚开始谈恋爱 感情还没有那么稳定 而且芬芬年纪又很小 你跟她说了她未必理解得了那么多 不如等你们稳定一点 慢慢再告诉她 而且其实你现在的处境还是很微妙的 一个人一旦有了真爱 就算是穿上盔甲也有了软肋 万一有人对芬芬不利呢 集团的纷争是很复杂的 她这次是运气好逃出生天 但她要是卷入了家庭的是非 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吧 谢谢啊 谢谢啊 你们该是大家ільки 不是什么好事 我走得到你就可以说 我这次是日本就要想开 这次是你们的 如果我们想有什么好事 你又 recommend 我闭上路 这个相云吗 就行吗 我没有这样子 我们可以回来 你带上路 我闭上路 他是否真不能回到 我心里的声音 我看你偷笑回来 真的是我有所想的 我真的想法 我真的想想想想口 我真想想想想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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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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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嗯 哈 芬芬 你为什么一直在笑 是不是觉得 David 会被开除很好笑 没有啊 我怎么会笑David 呢 可你就是一直在笑 牛妈 不好意思啊 我可能表情管理的不是特别好 你就这么自信 末尾淘汰不会把你也给淘汰 那个我倒是不担心 因为我已经想到了解决办法 你能有什么办法 他这个末尾淘汰制 是不是说要连续两个月垫底才会被开除 嗯 那不就得了 那咱们只要没有人连续两个月垫底 大家就都不会被开除了 是不是 对哦 有道理有道理 但是这样能行吗 当然能行了 戴卫我告诉你 这个月呢 啊我先垫底 真的 谢谢你啊 芬芬 小事 我听说饰酒师准备轮流垫底 来避免连续两个月 销售额垫底而被辞退的规则 有没有这回事 是谁提议的 如果有维护的话 当成同罪一起开除 David 你知道是谁吗 我 是我 陆菲菲 你就因为自己实力不足 所以想方设法在这钻空 我早就说过了 你根本就不适合红酒这个行业 而且你也根本没有资格 成为安达的试酒师 白总监 试酒师的责任 是为客人提供酒品服务和资讯 应该把优质的服务和专业态度 放在第一位 如果光顾着卖酒的话 势必就变质了 而且如果客人感觉到被推销 产生厌烦心理 长此以往肯定会影响酒店的口碑的 你这就是因为卖不出去酒 所以强词夺利 那为什么其他人都能完成业绩呢 照你这么说的话 安达不需要盈利了 咱们酒店这么多试酒师 有的为了完成业绩 自掏腰包买下红酒 还有的呢 推销给家人和朋友 APP上已经有很多的客户在反映 我们的红酒营销过于急功近利了 如果因为这个 影响了酒店的入住率和品牌效应的话 对公司的伤害不是更大吗 你 可以了 陆方言说的有道理 还有什么 我建议取消莫为淘汰制 许总的意思 公司的每一项规章制度 都是由董事会讨论通过决定的 莫为淘汰制 也是由当时董事会 经过了各方面的考量制定的 如果现在由一个基层员工 说废除就废除 岂不是太荒唐了 难道董事会就是一个笑话吗 许总说的有道理 我会把大家意见 如实报告给总裁 等总裁的决定 我知道了 其实这件事情双方都有道理 我早就让市场部人调查过 我们公司也的确因为这件事情 口碑和声誉在业界出现下滑 但是白冰这么做 也是为了公司的利润考虑 这样吧 明天发一段通稿 你看你看看 取消莫为是什么假的 真的取消了吗 你们看 咱们都不会走了 太好了 是 是 请进 许总 白总是看到了公司发布的最新信息了吧 许明晨不在的这段日子里 你为了他 真可以说是劳心又劳力呀 但他好像并不领你的情 反而这样 博了你的面子 许总 我尊重公司的一切决定 也请您 不要散播不利于公司的言论 那看来是我多事了 我还有事就不送你了 许明晨跟你不是一条心 你迟早会对他彻底死心的 喂天然 我跟你说啊 今天公司既然同意了 取消莫为淘汰制 是吗 嗯 我真是没想到大老板竟然答应了 我本来以为他肯定不会同意的 毕竟我年纪这么小 经验也不丰富嘛 但是没想到 他跟我想法一模一样 我顿时对他好崇拜啊 我问你啊 如果你有个机会 和大老板谈恋爱 你要不要 你神经病吧 人家是大老板 怎么会看上我呢 你不会是吃醋了吧 对啊 人家还是你哥哥呢 你放心啊 我呢 我就只喜欢你 对我来说 你哥哥就像那种 山顶上高不可攀的雕像 我就像每天都陪在你的身边 绿绿 我燃你了 我也是 我先不跟你说了 我去工作了 今天晚上一起吃饭吧 一会我把地址发给你 好呀 拜拜 老板 老板 那个双人套餐跟二十串鸭蛇 打包带走啊 好嘞 是你啊 怎么是你呀 好巧啊 一点都不巧 我来的这么频繁 要是遇不到才巧呢 哈哈哈 还不过来 我认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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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没有参加比赛 你给我个理由 睡过了吗 我去了呀 那我不是被淘汰了吗 鱼木脑袋吗 你忘记我跟你说过什么了 我记得呀 就在这儿说的嘛 家对我来说 是一个特别复杂的地方 他让我觉得特别怀念 又让我觉得特别憎恶他 不是吗 好啊 你都记得 那我给的提示不够明显吗 为什么还是选错了呢 我就是按照你给我的提示 选的酒呀 那你说说你选了什么酒 我选的是一款 波尔多和赤霞猪的混酿 口味比较厚重 加上呢 它不是大酒庄的酒 所以还没有到成熟期 色味特别重 里面还有烟草 和雪松的香气 所以就特别像小的时候 被爸爸抱在怀里的感觉 我觉得这跟你说的 家的感觉很像 可是我从来没有喝过这款酒 怎么可能 你味觉出问题了吧 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 对不起 我觉得你最好把你比赛用的酒 拿来给我看一下 现在吗 那你等我一下 我要晚来一会儿 对不起 还事关清白呢 知道了 我等你 鸭双好了 哎好 走吧 啊 怎么样 我可以肯定 比赛里没有这款酒 什么怎么可能 我当时带了一瓶一模一样的过去 小酒庄的品供这么差吗 但是 有一款和这个七味很相似的 只要比这个甜的多 你等我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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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是这个 你确定啊 怎么 你怀疑我 站在你面前的这个男人 可是喝过上万瓶红酒的 但是 怎么会这样呢 有人在你的酒里加了葡萄汁 葡萄汁可以提供额外的甜度 酸度和气味 也和酒很相似 难以分辨 精明的手法 不是外行人 这是谁做的呀 为什么 你的问题问错了 你应该问我得罪了谁 谁会这样针对我 针对我的人